一年不见,你们有没有向往呀? 虾仁做成虾泥 调料里面最关键的就是这一把芝士 装进裱花袋里备用 洋葱切成洋葱圈 中间留下一些空隙,挤上虾泥 听说我们好久不见的老朋友手扎饼 有一点空隙也没关系,等会捏一捏就好了 撒上当环酱,撒上黑芝麻 再来做一杯橙意满满 看看这满满的果粒 外表是塑料较渣的手扎饼 洋葱的清甜加上灰拉斯的虾泥 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口感 快,做给你爱的人吃吧